中华第一保镖在擂台上遭到老外的挑衅 一记神龙白尾将其KO在擂台之上 直接将这个老外送回了国外 这名一脚将对手KO的保镖名叫张海军 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中的一员 在部队中的训练中迷恋上了散打搏击 退役之后也是直接踏入这条道路 之后也是转型去当了保镖 在业内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实力更是不容小觑 甚至被大家冠名为中华第一保镖 然而此次一名国外的年轻小将 居然公然点名要打张海军 也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自信 而这场比赛也是张海军退出拳坛的最后一场比赛 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在擂台上暴揍老外拿下胜利的 在正式比赛开始前往兄弟们动动小手点个赞 小林祝点赞的兄弟们一夜暴富 接着让我直接进入比赛 比赛开始后双方也没有过多的废话 直接是开始连续的扫梯互换 对手这名小将虽然年龄只有18岁 但是胆量还真是不小 面对张海军的进攻居然丝毫不慌 但是张海军的经验十分的丰富 直接抓住对手出腿的瞬间将其一把摔翻在地 开场就给老外来了一个下马威 不得不说将还是老的啦 但是这名小将还是十分的顽强和执着 起身后向张海军发起了连续的组合拳进攻 结果又被张海军一个正灯给直接踹倒在的 直接就把他的对手给踢飞当场KO 这次是不是能够如法炮制呢 因为在这场比赛啊 张海军他也只能用腿 因为他的拳受伤啦 那这场比赛他是脚受伤 但是比赛中的那个真假趋势呢 还是要使对方感到猝不及防 是的 张海军啊家里兄弟他都以陆海空三军来命名的 非常有趣 此刻的张海军正灯之后立刻表演了一个后空翻 这样的伸手不去当演员也是可惜了 随后又是一个接腿摔将老外给撂倒 只能说今天赛事方安排的对手属实有些拉胯 根本不是张海军的对手 甚至可以说是被张海军在擂台上戏甩 但是即便如此 这名小将还是不断的想要向张海军进攻 而张海军也是在擂台上玩的不亦乐乎 因为对手知道他要接 赶快跑掉 那这个钟天佑啊 他其实说他跟张海军有对练过 所以他对张海军的打法并不陌生 但是呢今天看起来 他还是完全被张海军 转身边推 对 被张海军给克制住了 那马上一爆还一爆 不到位了 张海军这位老将非常厉害 作为个性张良 此时的张海军一个转身后 登将对手踢的脸色一沉 以扎实的一个技术作为一个后盾 随后又是来了一个转身边拳 向其脑袋攻去 结果这名年轻的小将现学现卖一个转身边拳 但是他的进攻看上去软弱无力丝毫没有威胁 所以还要全打人不知啊 张海军也决定不和他继续在擂台上纠缠 直接又是一个转身后登将其肋骨踢断 小将瞬间就跪倒在地痛苦不堪 张海军不愧曾经是解放军当中的一员 打的也是相当的漂亮 就这样张海军全程连续击倒对手数次 最后更是一个转身后登 直接将其干翻在地 成功的赢下了胜利完成了退役之战 让我们为中国小将张海军点赞 好 好